天眼查APP显示 近日 四川紫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 唐州微念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退出股东行列 新增股东蒲倩云 持股比例1% 目前 该公司有李佳佳 也就是李紫期 蒲倩云分别持股99% 1% 微念是一家新消费品牌公司 曾为李紫期品牌申请大量商标 并完善了产品布局 推出了李紫期品牌 藕粉 螺丝粉等产品 目前天猫店铺仍有销售 2022年12月底 微念与李紫期在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解下 双方达成和解 在合作出现分歧期间 李紫期停更了视频内容 微念推出了其他品牌的螺丝粉 截至发稿 李紫期的微博和公众号 目前都还停留在2022年4月30日 针对网络恶意侵权的律师声明 微念也没有透露下一部公司 与李紫期的合作走向 表示暂无回应